有没有特别想要报谁的料 报料 这个 这个环节是 是不付费就能听到的吗 你们之间没有什么秘密吗 这街上太拥挤 太多人有秘密 不是 好吧 那我就 报一个 好吗 要不然 要不然我太不实在了 我就报标子了 因为大家看到的这个标子 其实是个很狂野 很野的一个男人 但其实他私底下 真的是一个很精致的一个 一个男人 他在生活中呢 穿着精致 平时的这个保养也非常的精致 日常的这个养生也非常的精致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男人 是我要学习的目标 总是会在身边戴他的那个润唇膏 我觉得我现在理解他是想说台词说得更好 这个唇部的要求比较高吧 平时训练累了 每天晚上都会敷一个面膜 房间里也收拾得非常的干净 吃完饭还要剃呀 剃得非常干净 然后要照镜子看 看自己的面部 就要看得很仔细 戏里那么酷了 戏外就不要那么酷了 那你们在训练营的时候 平时是怎么沟通相互之间 微信沟通啊 哈哈哈哈 你们有什么群名吗 风神男团 我们训练营的所有的成员都在 还有别的小群吗 嗯 这这能说吗 不能说好吗 最多开个小群 然后背着背着桑林老师去去去 去海匹吃吃东西 对呀 只有这一个群吗 那还有几个群呀 哈哈 群不用太多 只要有用处就行 哈哈哈哈 好我们马上就到了 我这抬头文严重吗 还行 我刚刚完全都忘了 顾及那个面部 不顾管理 你别太管理 不是我没管 我就是 他们后期能修 皮给你磨的嘎嘎的 哈哈哈哈 高潮 你们拿啥来的 嗯 拿什么 拿东西 我提马来的 啊 嗯 真的吗 真的 你马呢 门口拴着呢 真的 真的吗 真的 哇 没有啊 你等会儿你就看 真的 真的 雪龙君 黄吗 高吗 没你高 啊 马上了 待会儿那个轮胎就会放载 我给你看一下 随着你以什么样的方式 把它扛进去也好 或者怎么样滚进去也好 为什么 都可以 有什么奖励吗 我不知道 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 我不做 不抬 罢工 抬抬抬 我想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抬 我可以把它丢进去吗 直接在门口这 啊 轮胎 这 甩进去 那让里面的工作人员 避一避 嗯 希望他不要搞乱我的发型 搞乱我的装造 嗯 啊 这 这尔风神心里有个目标 哇 哇 哇 原来是这个马 哎呦我的天啊 那是你 小马 没没骗你们 就是牛马呀 是黄色的马